是的主播 根據韓聯社的報導 北韓是在當地時間 今天早上的11點到下午3點之間 出動180多架次的飛機 逼近南韓設定的戰術行動線北側 而且根據南韓國防部的追蹤資料顯示 北韓軍機不只出現在北韓內陸 還向海面上飛行 動態極為不尋常 南韓空軍為了以防萬一也緊急出動 包括F35A引擎戰機在內的 80多架軍機升空警戒 而根據韓聯社報導 北韓人民空軍則死初級 至少包含數十架的軍機在內 只是並沒有越過戰術行動線 不過北韓在週四深夜 其實才向東海方向 發射多達80枚短程飛彈和各式炮彈 而一連串的軍事挑釁 似乎都是鎖定美韓空軍的軍演而來 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 他們會和美軍緊密合作 密切關注北韓人民軍的動向 也會維持相對應的兵力來應對 北韓的最佳挑釁 至於延長進行中的美韓聯合軍演 警戒風暴今天持續在南韓外海登場 而根據南韓國防部公布的資料顯示 今天的訓練南韓空軍出動了F35A F15K和F16等140多架軍機 至於美軍也有100架左右的各式戰機 參與演練 南韓國防部現在也和美軍達成共識 警戒風暴演習只會比原定計劃延長一天 到這個星期六為止 希望能夠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 以上就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現場交換給主播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